自如此的水平 所以除了我之前 昨天已經給了信 基本局、民航署、保安事務委員會 亦都是今天草擬了一封信交去內會 希望在下個星期五討論相關事宜 而我所說的重點就是 我們的公職人員是否有人濫用他們的權力 令到我們第一就是一些保安員 導致深受這麼大的壓力 令到他們違反了這些國際規定 香港作為一個航空中心 其實是需要依足一些國際組織 所定下來的一些條件 例如這一次的事件 關於一些液體的容器 其實說明在100ml以下 其實不是民航署自己定出來的 這也是一個國際規例 而民航署只不過是執行一個國際規例 所以如果我們香港帶頭違反這件事的話 其實我們亦都是損害了 我們對於國際的一些條例的一些承諾 所以我這次的一封信 亦都是希望我們的公職人員 能夠提高他們的警惕 希望不要再重吐覆辭 以此為鑑 亦都是不要再出現一些 用公職人員的身份 來欺壓一些執行者 甚至乎是一些執法者的一些準則和行為 那這次的措辭 其實我這個是一個草稿來的 應該是一個大朗 應該都不會太大分別的了 那我就已經派了給各位 看看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寄了一些信出去 亦都給了不同的部門 亦都要看一看正式的回覆是甚麼 譬如以民航署為例 究竟這次除了他們叫了機管局 來提交報告之外 就這次事件其實現在有個乘客 是承認了自己 帶了一個超額的危險品 上了飛機那裏 那究竟他們會怎樣跟進行為呢 因為如果照法律來說 如果他帶了這些相機 其實本身那個乘客已經是違法的了 那他會怎樣如何執法 或者怎樣做呢 那民航署是需要向我們交代 那就著他們怎樣交代 或者會進一步行動 我們才會考慮究竟 會不會像剛才你所說的譴責行動等等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適合一些 綜合所有的回覆 但是現階段我們已經可以確立到一點就是 馬逢國議員的確是利用了自己 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來押 來達到 所謂 令到一個保安的員工 公然違反了 本身應該他們行的守則 那這一個行為呢 我們覺得是絕對是不應該的 甚至乎你會看回在過往 梁振英事件 這個行李門事件 其實都是有接近類似的行為 那我們要給一個很清晰的信息 給公眾 亦都給我們的機場員工告訴他們 我們有的法例 我們有的條例 不理它是甚麼身份 是甚麼人 都是要以同一個標準來執行 那這個雖然很清晰地告訴港大市民 所以為甚麼我是會提出 這個優惠辯論的動議 OK 謝謝